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刃的叫刀 双刃的才叫钱 所以啊 日本的刀法也叫剑术 教授日本刀法的师傅也叫剑术师范 根据刀身的长短不同 日本刀分为钛刀 打刀 斜叉 短刀 钛刀刃长一般在60厘米以上 佩戴的时候刀刃向下 用绳子挂在腰间 主要方便早期的武士们再马上作战 而打刀的刃长相对于钛刀要短一些 刀身也直一些 佩戴的时候呢 刀刃向上 直接别在腰间 这样在地面与敌人搏斗时 可以快速的拔刀斩击 直到今天呢 钛刀和打刀的摆放 仍然遵循这个原则 假如你在博物馆或者一些正规的刀具店 但凡见到刀刃向下的摆放 肯定是钛刀刃向上的摆放 肯定是打刀 鞋叉也被叫做鞋纸 刃长一般在30厘米以上60厘米以下 主要用作副武器 在主武器损坏的时候拿它往上顶 武士的正规配刀模式呢 应该是同时佩戴两把刀 一把长一把短 长的叫本叉 短的就是鞋叉 你要戴两把长的 说实话在战场上呢 一是耗费体力 二是不方便 再就是啊 背一把短刀 碰上狭窄地形的时候非常有用 鞋叉的佩戴方式跟打刀一样 刀刃向上 别在腰间 短刀长度一般在30厘米以下 顾名思义呢 它非常短 插在腰上也行 揣进怀里也可以 主要突出一个方便 随时都可以戴在身上 比方说今天出门不想戴刀了 忽沉 结果呢 逛着逛着街 蹦出俩流氓调醒你媳妇 这个时候啊 你掏出怀中的短刀 上去跟流氓搏斗 最后呢 正当防卫 你一点事没有 俩流氓还被干死了 在平日里呢 起到一些防身效果 所以说呀 短刀也有守护之意 很多时候呢 都可以送给儿童和女性佩戴 然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就是用来切腹 五十切腹的时候一般是用短刀 因为长了 挡起来费劲 实在找不到短刀啊 才会用斜叉 而且啊 得用布包着刀身 拿手握着往里捅 要不然呢 手指都先割掉了 日本刀的气形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弯弯的 长长的 有一道完美的弧线 在日本的弥生时代后期 相当于中国的两汉 一种任常平直的汉代还手刀 由大陆传到了日本 极大的影响了日本断刀技术 铁制刀剑的生产开始兴盛 紧接着来到古坟时代 差不多由公元三世纪中期 到公元七世纪左右 在很多古坟里面都出土了铁制刀剑 比如齐宇县道河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 上面刻了115个汉字 并且还著名了锻造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的刀剑呢 没有固定的形质 造型独特各异 你像同时期在日本各地都出土了蛇形剑 就是剑刃跟蛇一样弯弯曲曲的 还有奈良县天理士时尚神工收藏的七支刀 也是其中代表 当然跟汉代还手刀非常类似的大刀也不少 直到古坟时代后期 差不多六世纪到七世纪 这个时候日本刀的形质受唐朝影响 还是以支刀为主 然而随着东日本地区的马匹养殖开始兴起 应允而生的一个兵种在日本走上舞台 那就是骑兵 为了适应马上作战 人们把长直的大刀改短 刀柄倾斜弯曲 这样再马上挥舞起来更有力 这种刀被称为绝手刀 主要还是用来防身 后来东北地区的虾仪人 把马皮和绝手刀引入 他们觉得绝手刀很好用 拿它防身可惜了 于是就改良了绝手刀 把刀身又改长 改弯 增加绝手刀的皮杆威力 让它成为了马上作战的主武器 何人跟虾仪人打仗 觉得这刀挺好 于是又回过头来 学习虾仪人的改良 把原来又长又直的大刀 改成弯刀 到了平安时代中期 出现了一种矛靶形太刀 也叫卫府太刀 扶穷野剑 这种刀迅速的被普及 甚至成为卫府官人的 制式太刀 卫府官人就相当于 天皇亲卫队的小队长 这种刀成为了 现在日本刀的原型 你看武士刀在一出现的时候 就是武人的象征 而且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才能佩戴 这种地位的象征性 一直贯彻整个武士时代 到了平安时代 后期的时候 日本刀的样子 已经跟今天区别不大了 而随着武家阶层的活跃 断刀行业 也迅速兴盛起来 各种刀工流派 在全国出现 很多跟名刀有关的传说 也被世人所知 比如说斩杀恶鬼的童子切 由盗和名神帮助锻造的小狐丸等等 虽说这些大多虚构 但是也能反映出 人们对刀的重视 之后历经几个时代 日本刀的形制 锻造方法不断完善 总体上分成了五个锻造流派 根据发祥地的不同 分别称为 大河船 山城船 背前船 巷魔船 美农船 总称五个船 这五个流派还会各自向下细分许多小派别 通常情况下 锻造出一把梁刀之后 锻造者会在刀镜上打上名文 以示自己所作 比如背前长船 右定 这个刀名表示的是背前船 长船派 右定所作 当然刀名没有固定的模式 有时候可能只有刀匠的名字 或者持有者的名字 只要是有名文的刀 基本上都是优良作品 那么一把日本刀该如何进行锻造呢 它的制作工艺和过程又是什么呢 如果是用传统戏法的话 制作日本刀的原材料 一定要用浴缸 是在当时一种通过炼制而成的 含碳量适中的优良钢材 首先将浴缸丢进炉火烧红 然后拿出来用锤子反复锤打 这样重复几次 同时也把浴缸锤成扁平状 此过程会去除浴缸中的杂质 随后入水冷却 把浴缸敲成碎片状 堆叠成块 再用核纸进水包覆 滚上草木灰 淋上泥水 送进炉子烧熔后 反复折叠断打 这个过程也要重复数次 主要是为了对钢材进行固体渗探 提高它的硬度 同时进一步的去除杂质 等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一边往钢坯上淋水 一边将其延展成想要的形状 如果只是要打造一把普通的刀 那么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打出基本的刀型了 而如果要做出一把档次更高的刀 接下来就要把钢坯打制成中空状 被称作皮铁 然后取一块柔软的钢材烧熔 锤打成大小合适的条状 被称作芯铁 把芯铁放入中空的皮铁 两者混合再进行断打 逐渐打出刀型 这样一来呢 外面的皮铁做刀刃 使其更锋利坚硬 里面的芯铁做刀背 让刀身具有柔韧性 不易锻炼 并且呀 皮铁和芯铁的混合方法有很多种 依照不同的工匠和不同的工艺而定 接下来啊 进一步的塑造刀身 使其延整到足够的长度和宽度 确认刀的正反 然后磨除表面的残留 开始进行复土烧刃 所谓复土烧刃 就是用特殊调配的泥土 覆盖整个刀身 刃部让土薄一点 刀身和背部就涂厚一点 涂抹完毕 把刀放进炉火 烧到一定温度 拿出来放入冷水催火 这样刃部由于泥土很薄 所以啊 温度下降的很快 加强了硬度 而刀身和背部覆盖泥土 所以温度下降的慢 硬度不会提高很多 相对柔软 同时啊 因为温度差异 整个刀会形成一道美丽的弧线 最后如果对作品满意 刀将就会打上明文 剩下的就是研磨和装饰工作了 一把日本刀就打造完成 在漫长的断刀历史中 日本总有一些名刀问世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妖刀村政 村政是活跃在战国时代初期 伊石国丧名地区的一位刀将 由于技艺精湛 常常能做出优良的作品 所以开创了千子派 也叫做千子村政 此后历代传承者都会继承村政的名记 据说起码有六代以上 村政刀以锋利著称 能很顺利地完成斩击动作 所以在实战中深受武士们喜爱 像德传家康 风尘秀赐等天下位高之人 都是村政刀的爱好者 更别说其他大名和武将 都把此刀奉为精品 而到了江湖时代后期 事件突然出现了妖刀村政 被德传家禁忌的传说 说老乌龟的祖父松平清康 是被家臣用村政刀斩杀 父亲松平广中 也是被手持村政刀的家臣杀害 乌龟的长子松平信康 在切腹的时候 用的也是村政短刀 老乌龟自己曾经被村政枪割破过手 所以德传家开始禁止村政的打造和流通 实际上属于杜传 除了乌龟的祖父松平清康 比较符合史诗之外 其余说法的可信度都很低 而且村政刀的发源地 正好挨着德传家的三合国 三合武士只要有条件 大部分都会佩戴有名的村政刀 因此就算德传家几代人的死 都跟村政有关系 也一点不奇怪 刚才说了 家康自己都是村政刀的收藏者 甚至在死后还留下两把给他的子孙 所以说家康忌讳村政更是无稽之谈 只不过大家传的凶 跟真的似的 就连很多木墨志士也都热衷于拥有一把村政刀 或者干脆在自己刀上刻上村政二字 以表示自己倒墨的决心 而村政之所以被称为妖刀 是因为它独特的风格和把气的形质 能让人一眼就知道与其他刀具不同 又加上锋利无比寒光闪闪 所以给人一种妖魅之感 那这才是妖刀真正的含义 好的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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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